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基因社会 人类形成了人类社会 动物也有动物的社会 那么基因也能够形成社会吗 基因的运行规则它是怎么样的 这本书就为你展示了基因社会中的合作与竞争 本书由美国科学家以太亚奈教授和德国科学家马丁·莱凯尔教授合力撰写 其中亚奈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里夫高级研究院的学者 也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并兼任该院计算机医药研究所的所长 而莱凯尔教授则是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生物信息学领域任教 两位科学家都是生物信息学当中的佼佼者 他们熟悉基因同时也紧跟着时代的发展 两个人在这本书当中提出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把身体当中的基因看成是大社会当中的一个小小成员 他们相互联系彼此合作 同时又存在竞争与对抗 作者以此为出发点 为我们展现了人类基因组的进化过程 接下来我就分成两个大部分 来具体说一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基因是如何控制人体的 第二基因社会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基因是如何控制人体的 基因对于我们至关重要 它就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携带着决定 全身特征的遗传信息 包括了你的身高 肤色 毛发长短 眼睛大小等等 那么基因到底它是什么呢 具体来说啊 人体当中有很多的细胞 细胞里边呢 有细胞核 细胞核里呢 又有很多的DNA分子 长长的 像丝带一样的形状 基因就是指这些DNA分子的排列组合方式 你可以把DNA分子设想成为一个非常长的纸条 纸条上呢 用着特殊的符号文字 记录着描述某个生物特征的信息 这些信息分散在纸条的不同位置 比如说你能够在一个位置 找到记录毛发颜色的文字 然后呢 在很远的区域 才能够找到另外一个记录 这个记录呢 也许描述的是手指头的数量 每一个这样的记录啊 它都对应着一个基因 人类全部的基因 就集中在这样的46条纸条上 也就是46条DNA分子 每一个细胞当中 都有一套这样的DNA分子 控制着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 细胞就是这套DNA分子的统治范围 它的直接管辖权力 也局限于此 理论上来说 属于某个人的DNA分子 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携带着相同的遗传信息 那是因为 人从受精卵发育而来 其他所有细胞的DNA分子 都是由这个受精卵细胞 所分裂产生 就像是古代的手抄本 所有细胞的DNA 都是藤抄子 这个受精卵的DNA 这种藤抄的工作量有多大呢 每一个人体细胞 大概含有两万多个基因 而一个人身上 大概有十万亿个细胞 要把这些基因 原封不动的藤抄一遍 这可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面对海量的数据复制工作 就连最先进的计算机 也不能够保证百分之百正确 所以说DNA纸条 在藤抄过程当中 它难免发生一点错误 如果说某个段落出了错 变得无法理解的时候 基因就失效了 或者说这个段落的意义 发生了改变 就意味着基因的功能 发生了变化 这些变化 会直接影响到 这个基因所在的细胞 以及这个细胞 所有的子带细胞 换言之 藤抄的次数越多 或者说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 积累的错误和变化 也就会越多 癌变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癌细胞是一些不受身体控制 不停分裂的细胞 它们最终会侵占身体的空间 掠夺身体的营养 导致人的死亡 细胞要变成这样疯狂的状态 至少要破除八道枷锁 也就是发生八次 关键性的突变才行 这是自然演化 为我们设置的安全锁 然而 是锁总有打开的时候 正如书中所说的 只要活得够久 人必然会患上癌症 并不是所有的突变都会带来麻烦 人能够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 而大多数哺乳动物看到的世界 远比各位看到的单调的多 这是因为 人类靠基因突变 获得了更加强大的色彩视觉 突变的基因名叫视觉蛋白基因 几乎可以肯定 在远古时代 动物的DNA当中 只有一个这样的基因 大概只能够让动物看到光影明暗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说的黑白视野 然而呢 经过了漫长的自然演化 DNA纸条在腾超过程当中 视觉蛋白基因的段落被重复腾超了 从而使得这个基因的数量增多 一度达到了五个 而在接下来的腾超过程当中 又发生了错误 使五个基因变得各不相同 其中一个变成了 对应着视感蛋白的基因 它无法辨别颜色 但是对低亮度光线敏感 从而使得动物获得了夜视能力 就是夜晚能够看得清楚 其余四个则是视追蛋白的基因 每一种基因对应着识别一种颜色 让动物可以看到丰富的色彩组合 这个时候 视觉蛋白基因也就形成了一个基因家族 然而很遗憾 在演化形成哺乳动物的过程当中 四个视追蛋白基因 又在腾超过程当中丢失了两个 所以说多数哺乳动物 它只能够看到两种颜色 猫就是二色视觉动物 它看事物接近于人类的红绿色盲 后来灵长类的动物 也就是人类所在的这个脂脉 又偶然多腾超了一个视追蛋白基因 这个基因突变以后 我们获得了第三个视追蛋白基因 因此最终拥有了红绿蓝三色视觉 虽然说我们的色彩感知不及鸟类等 四色视觉的动物 但是至少优于那些只有二色视觉的动物 这得益于那个视追蛋白基因的重复拷贝 就如生物学家大野前所言 自然选择所做的 不过是修改 冗余才是真正的创造 除了因为腾超问题而出现的被动基因突变 一些基因也可以主动发生变化 在人体当中 B细胞等极少数细胞拥有边际自身基因组的权限 B细胞是人体的免疫细胞之一 它能够针对入侵到人体的病原体产生抗体 从而特异性的消灭病原体 这就要求他们必须能够编辑自身的抗体基因 从而设计出专门的抗体 正是基于这个原理 人类才产生了疫苗 疫苗是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的病原体 它们被注入人体之后 能够培训人体的免疫系统 不过如果说一个人的B细胞改变之后 这种改变只局限于它本身 不会对生殖细胞的遗传物质所造成影响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注射过天花疫苗 他的小孩依然需要注射天花疫苗 这种抗病能力不能够遗传给后代 现在我们认识了基因了 基因承载了生物体的遗传信息 决定了我们是谁 长得什么样 基因通过复制完成遗传信息的传递 然而复制可能出错 那就是基因突变 基因突变可能会为我们带来灾难 癌症就是基因突变的恶果 另一方面 基因突变也为我们带来好的变化 我们能够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了 这就是拜基因突变所赐的 纵观人类进化史 基因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这些变化在漫长的岁月当中积累起来 一点一点的改变着人类的身体 那么基因是如何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呢 基因并不能够直接上场 它需要借助一系列的工具 才能够控制身体 而且它们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 才会活跃起来 在遗传工厂里 DNA就像是指导员 发布着遗传信息 RNA是邮递源 负责把遗传信息从细胞核里运送出去 在细胞的其他地方指导蛋白质的合成 这个生物学规律被称之为中心法则 事实上 在每一个基因开头的一小段 是一个被称之为启动子的元件 它就像是一个开关 决定了这个基因在什么时候 什么场景之下启动 只有基因启动 产生了相应的蛋白质 基因的功能才能够发挥出来 让我们来举一个与基因功能有关的例子 科学家在具有语言障碍的人类家族当中 找到了一个被称为FOXP2的基因 在患者身上 这个基因是异常的 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 患者无法理解和使用语言 这样的例子非常罕见 全人类在这个基因的序列上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这意味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因 一旦它被腾超错误 多数情况下 自然选择会毫不客气的 把犯错的个体清除了 与黑猩猩和其他元类不同 人类的FOXP2基因 在大脑当中一个名为X区域的地方 是被启动的 非常活跃的 这个区域被认为是负责语言的 正是因为这个基因在X区域活跃 为我们带来了 远比其他元类更为丰富的语言 同样的情况 在鸟类当中被印证 喜爱歌唱的鸟 与沉闷的鸟相比 它们的FOXP2基因 也是在X区域活跃的 而金丝雀在特定的季节 会改变它们的名差 也只有在那个季节 FOXP2基因才会启动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一旦基因在启动的位置和时间上发生变化 生物的功能就可能发生变化 这并非获得了新的基因 只是基因的管理发生了变化 这就好比是 所有的团队拥有相同的资源 只有更好的利用资源 合理使用 才能够得到满意的效果 讲完了基因是如何控制人体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基因社会是如何运作的 这也是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身体当中有数以万计的基因 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 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 往往是迁移发而动全身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 基因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基因社会里的四条潜规则 首先从基因社会的形成说起 在很多文艺故事当中 都会提到一个物种 那就是人和原类的混血生物 星人 大猩猩的星 人类的人 虽然说这些故事要么感人至深 要么耸人听闻 然而呢 事实上这样的生物根本不可能存在 尽管我们都知道 人类与黑猩猩拥有共同的祖先 至少数百万年前 甚至更久远的时候是这样 人类与黑猩猩只有1%的DNA 遗传序列差异 然而呢 人和黑猩猩之间 已经不可能再产生混血后裔 生物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 生殖隔离 也就是两个物种之间无法产生后代 或者产生的后代不具有生殖能力 那么产生生殖隔离的原因呢 是在于 基因在演化过程当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基因的每个变化都绝对不可以伤害其携带者 如果说某个基因突变对携带者有害 那自然选择就可以轻易的将有害基因的携带者 剔除掉 结果就是这个基因本身呢 也被消灭掉 因此呢 当一个基因产生突变时 它要想不被淘汰 只能够融入当前的基因团体 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 人类的基因组当中产生了无数新的基因 它们不断融入当时的基因社会 同时也改变着基因社会的组成 同样的事情呢 也发生在了黑猩猩的身上 今天人类的基因形成了自己的基因社会 黑猩猩也是 当两者再次相遇 发生的只能够是系统冲突造成的错误 在两个系统当中 也许有很多基因是相同的 但是呢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同基因 它们调整了彼此基因社会的组成 使得两个基因社会 已经很难兼容 在基因社会的大前提下 基因在合作当中对抗 在对抗中合作 形成了一系列潜规则 下面我们一条一条的来说 第一条潜规则 利用有性生殖筛选优良基因 清除劣质基因 毫无疑问 性别的产生对生物进化 具有重大意义 来自父母双方的基因 在产生后代的过程当中 进行充分随机的重新组合 这一过程不仅能够让优质的基因 组合到一起 还能够有效的清除掉 基因社会中有害的突变 那些携带着有害突变的个体 会在种内竞争当中处于劣势 它们也许无法生存到成年 也许无法获得配偶 由于繁殖率低 很可能随着个体的最终死亡 它所携带的有害基因 也就从基因社会当中被剔除掉了 因此 有性生殖成为了一种高效的 基因组合和筛选模式 大大加快了生物的演化速度 我们应该庆幸 多数细菌没有发展出 有性生殖的能力 否则 它们获得耐药性的过程 就会快得多 快到远远超过制药公司 开发新药的速度 然而呢 有性生殖也带来了问题 那就是遗传成分的稀释 子女就像是父母的股份制公司 每个人呢 只有50%的股权 在子女身上 几乎每一个来自父亲的基因 就对应着一个来自母亲的基因 双方互相制衡 共同决定子女的性状 这样 一对互相制衡的基因 也被称为等位基因 比如双眼皮还是单眼皮 就是由一对等位基因来决定的 父母任何一方的遗传物质 只有一半遗传给了后代 如果说再向下计算一代 到了孙辈 保留的遗传成分呢 就只剩下四分之一 向下呢 依此递减 为了平衡这一股全息事的恶果 基因社会做出了妥协的解决方案 在产生生殖细胞的时候 在各自的基因组里进行一次抽签 通过一种叫做减数分裂的复杂分裂仪式 将父母的基因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排 去掉一半遗传物质 产生出骨全相对均衡的生殖细胞 这样 优势基因才有可能延续下去 不被稀释掉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基因社会当中 单个基因的力量是有限的 于是呢就形成了第二条潜规则 多个基因形成小团体互帮互助 相对于单个基因 这些小团体会获得演化优势 不断稳固自己的地位 有这样的一个小团体 正常情况下 三个基因共同协作 分解某种蛋白质 防止它在脑细胞当中堆积 一旦有一个基因出现了问题 这个小团体就会出现问题 导致大量的垃圾蛋白填充进脑细胞 造成脑细胞功能的异常 最终会导致脑神经功能的丧失或减弱 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帕金森病的发病原因了 另一方面 在DNA上位置临近的基因 也能够形成某种意义上的联盟 在产生生殖细胞的时候 它们更容易被一同分配到 某个生殖细胞当中 从而相互绑定 一些强势基因 往往能够庇护住周围的基因 哪怕那个基因并不是十分完美 一个名为SRY的基因 几乎庇护了整条外染色体 你也许知道 外染色体是人类的性染色体 那么你也许已经猜到了 这个基因就是人类的性别决定基因 拥有这个基因的人会成为男性 我有 除了外染色体上 一个包含大约20个基因的区域外 其他的部分不再参与 生殖细胞形成过程当中的 任何基因洗牌 他们永远的锁定在一起 这个基因组合当中的任何一个基因 发生轻微突变时 整个组合依然能够勉强维持 然而 当某个基因发生了灾难性的有害突变 足以威胁到整个团体的时候 要么选择整体负灭掉 要么就不得不剔除掉突变的基因 于是明智的选择产生了 外染色体变得越来越短 从最初的数千个基因到今天 只剩下不足200个基因 舍弃一些基因小弟 来确保大哥带领的团队依然稳固 这也许就是基因社会当中 舍居保帅的故事了 除了形成小团体 基因的合作更体现在细胞的进化之路上 这就要说到第三条潜规则 互相捆绑 整合基因的优质资源 这是一种绝妙的合作 多种不同起源的基因 分享自身的基因资源 整合成为全新的细胞 在远古 没有动物细胞 植物细胞 或者真菌细胞 但是存在古菌细胞 细菌细胞 以及蓝藻细胞 它们都是一些 结构很简单的单细胞生物 每个细胞就是一个生命 古菌细胞体型大 善于吞噬 但是不怎么会利用氧气 来分解营养 但是一些细菌细胞 却是获得了完美利用氧气的能力 而蓝藻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于是 故事就从某个古菌 吞下了一个会呼吸的细菌开始了 这个古菌并没有把细菌消灭 而是让它像房客一样 居住在自己体内 帮自己处理获得的营养 最终 它们形成了命运共同体 并且在演化的战场当中胜出 那个会呼吸的细菌 变成了今天最重要的细胞结构之一 线粒体 掌管着细胞能量的供应 时至今日 线粒体内仍然保留少量的遗传物质 而它的另一部分遗传物质则是进入到了 原来古菌的遗传物质当中 也就是今天的细胞核理 还有一些古菌 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吞下了某种蓝藻 获得了光合作用的能力 它们就是今天的植物 完成了光合作用的结构 叶绿体 那就是这种蓝藻经过数十亿年演变之后的名字 看完了伟大的合作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四条潜规则 垃圾基因利用卑劣的寄生 让自己生存下去 这是一些特别的DNA序列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叫做基因 尽管这些基因对基因社会的成功 没有任何贡献 但是呢 它们有特殊的功能来保证自己的生存 它们能够诱导细胞 复制出自己的副本 然后呢 利用自己产生的蛋白质 切开DNA分子 把自己的副本插入 拼接到DNA分子当中 实现自己在基因组当中的复制粘贴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说基因社会里只有一个这样的基因 一旦突变 它就失去活性 从此沦为彻底的垃圾 那也就是DNA分子当中的冗余部分 但是 如果说它有很多的副本的话 情况就不一样了 它们不会因为这样的偶然事件而被清除出局 相反呢 它们可以发展出一个家族 成批的制造出活跃的垃圾基因 只要它们倍增的速度超过清除的速度 这个家族就不会灭亡 根据人类基因组里现有的50万个拷贝来看 它们还真的挺成功的 当然了 它们给细胞带来了负担 不过 只要它们没有冗余到 足以让整个基因社会崩溃 就将继续存在下去 这一部分我们讲述了基因社会的四条潜规则 有性生殖帮助基因社会完成优胜劣汰 基因社会的合作体现在形成小团体和整合优质资源 而垃圾基因则通过卑劣的寄生生存下来 这就是基因社会 一个由基因构成的复杂体系 基因在这个社会当中不断发生变化 积累变异并推动生物的演化 它们在合作与对抗中 调控着生物的生命特征 它们也同样寻找基因社会规则的漏洞 不断借机壮大自身 同时清除掉烈士的成员 并借助生物体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